二班的创作才女魏如云 对音乐相当有自我想法的魏如云 以自己的创作曲展开了星光之路 但她并不以此满足 仍是在比赛中尝试许多不同类型的表演 挑战许多她过去未曾接触过的曲风 魏如云在试很多她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我没有看过她肢体这么的丰富 勇于突破自我的魏如云 在自我坚持中持续发展 展现了更多表演的可能性 她能获得最佳突破奖吗 拥有深厚古典音乐基础的Arnie 也在比赛中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从没学过跳舞的Arnie 在第一次接触到舞蹈时 仍是相当放不开 在经过了舞蹈特训的磨练 以及勤奋的练习后 Arnie终于突破肢体的障碍 在舞台上尽情地展现 带来了令人惊艳无比的演出 Energy起立鼓掌啊 Energy起立鼓掌啊 小师 你知道对一个不会跳舞的女孩子 你叫她穿的高跟鞋在原地转 那个已经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 在肢体表现上有大突破的Arnie 会拿到这个奖吗 表演风格十分多元的梁文英 也是很有得奖希望的入围者 在比赛中 文英演唱过各种语言的歌曲 她更大胆挑战从未学过的意大利文 展现了她好学认真的一面 这项难度颇高的歌曲 也获得了评审的好评 能够唱歌在一个难度 这么高的状态之下 你唱歌还能带着笑容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非常难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去 从这个慢慢去开启 它不同的门 音乐的门 我觉得对所有的选手来讲 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在比赛中找到全新自我的三人 究竟谁能得到这个奖呢 敬小钱是不是 稍微讲评一下 其实三位的表现 都有很大突破的 我刚刚又差点要哭出来了 你知道就是 你会带小孩子去参加毕业典礼 然后他们会有成果发表 你知道吗 你会看到他们一步一步 这样走过来 每一个人成长 不管是唱歌的改变也好 或者是肢体上的改变也好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 我自己都学到很多 好像自己在当妈妈也好 或者是你们说的评审也好 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学习 对啊 在学习如何让你们更快的去 找到这个正确的路 不要太多的时间再摸索 所以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转变 我觉得不管是谁得奖 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来讲 都是最棒 老师是不是先给这三位 很杰出的同学一个拥抱好吗 来 小玲老师也是一路看着大家成长 然后呢 每位参赛者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用心很努力 每周都交出不同的成绩单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那么最后请小玲老师 来宣布得奖的事 最佳突破獎 得奖的是魏如云 好 魏如云可以得到MAX化妆品一组 价值超过15000元的奖品 得奖原因在星光挑战各种曲風 做不同于以往的表演 好的 妳剛剛看到自己的片段 是不是又有点 很糗 會很糗嗎 對啊 可是也還蠻就是 我覺得剛剛看到白人 覺得自己好像小孩 然後 就每一集每一集 然後變得不一樣 自己看了都覺得 那誰啊 但其實這個 到後來妳決定不參加這個 所謂我們的這個 冠軍資格爭奪賽的原因 就是妳說妳要繼續寫歌是不是 寫歌 還是有在寫 然後創作都沒有停下來 然後沒有參加 沒有回來參加拜部 是覺得自己真的該休息了 好的 所以其實這個比賽 發生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但是每個人 有他自己人生的決定 也希望能夠這個 很早聽到妳這個 自己的創作專輯 謝謝 好的 今天帶來什麼歌 掌聲歡迎魏如芸 也謝謝維茵 謝謝阿妮 謝謝小玲老師 謝謝 每個層梧 女人 確定 Muchas 都!! 同樣 Come on No be scared And have chance of speeding gone Cause all of the stars They're fading away Just try not to worry We'll see them someday Take what you need Be on your way And step right in your heart out We're all of the stars They're fading away Just try not to worry See them someday Take what you need Be on your way And step right in your heart out Stop right in your heart out Stop right in your heart out Stop right in your heart out 謝謝 是不是也請這個評審老師講評一下 她剛剛的演唱 我覺得這些小孩子一沒有比賽 整個壓力解除就很不一樣 對不對 小玲老師 對啊 就好奔放 然後也不會怕其他的 或者是我這個到底唱得好不好 在家裡是不是 其實彈得更好 在這邊沒有辦法打開 可是剛剛真的就是聲音也很自然 很開 然後什麼表情都對了 好奇怪 對啊 完美 One take 對啊 就在錄音室就是One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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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覺都可以用了 怎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 對啊 所以其實他們最大課題就是 就是要自己去克服這個壓力 對不對 要能像章魚老師一樣 像小胖老師 小玲老師 就是一上舞台就人來風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喔 在星光裡面比賽的過程 它其實還是有獲得的 它這些獲得 可能在比賽的過程裡面 你們會一直 在比賽裡面可能 唱這個 我要想這個想那個想那個想那個 但是 透過這些比賽的過程 然後自己在不斷進步的過程 然後有一天 當你釋放掉之後 你的這些 這些在這比賽過程裡面的努力 就會呈現出來 這個絕對跟你們當初 還沒參加星光比賽之前 兩邊的程度是絕對不一樣的 差很多的 對 所以還是柔柔捏捏 還有一些枝微末節 把它稍微弄一弄 修一修 才會變成今天的魏如瑜對不對 還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魏如瑜 你 你 一開始的時候敢穿這樣的短褲嗎 不敢 我今天覺得我屁股好涼 為什麼今天又做了這樣的一個突破 就不要給自己設限 對不對 這個也是Roger老師 看到他很大的改變 對啊 不要給自己設限 沒錯 我剛剛看到魏如瑜這樣穿 我還跟小玲 在後台的時候在講 我說我說她不錯 對啊 我也 其實曹姐也看過就是比你多 比如十幾二十公斤的 也穿這樣的短褲 而且她還是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很亮麗 那就是重點 對不對 其實衣服穿在身上信心最重要 你要相信自己是好的 你就是好的 站在台上 沒錯 所以她算是下一個獎項的引言人 因為下一個獎項 我們要頒發的就是 判若兩人獎